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話說今天毛媽媽和毛爺爺就要出街 所以晚上晚飯就要我和毛媽兩個人搞定了 在冰箱, 我找到有一包這樣的雞翼 在街市買的, 雪藏雞翼, 一公斤裝 就完全是毛激素, 是貴一點的, 六十多元 那就, 今天看看怎樣弄了它 很久沒有做煮飯教學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要訂閱啦 利益申報, 這款雞翼我是隨便在街市買的 大家可以隨便找一款類似的牌子都可以 那我就不特別幫這款雞翼打格仔 在煮雞翼之前, 當然要先處理這包雞翼 這款雞翼是有個好處的 因為打開包裝後, 它是一個密實袋 一會兒會分享怎樣利用這個密實袋 看到雞翼硬斑斑, 首先我們要幫它們解凍 這款密實袋很硬淨, 可以直接在袋中處理 我就會一路用很少的水猴水 不斷換雞翼袋的水 再加兩瓷匙的鹽 因為用淡鹽水去解凍肉是最好的 還要記得一定要用流動的水 完成之後我就會用一個盤裝起雞翼 首先要去除雞翼裡面的血水 不然一來就不衛生 二來就會有些奇怪的味道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的動作 我會將雞翼小的一邊用一隻手指甲慢慢推去大那邊 這樣就可以將雞血擠出來 我就會立即洗一洗它再推一次 我們每一隻都會這樣做 記得千萬不要嫌麻煩 清好血水之後就要準備一個砧板和一枝叉 在這裡我會分雞翼的正面和背面 因為如果直接用一枝叉刺正面的話 會影響雞翼的外觀 所以我就會在它的背面刺幾下 這樣它就會入味一點 照舊都是一樣的 每隻都是這樣做 完成之後就可以將全部雞翼放進袋裡 因為我們醃肉的時候會直接用這個袋 今次就簡簡單單做蠔油蒜蓉雞翼 我會放兩大湯匙的蠔油和豉油 再加四反蒜頭切成蒜蓉 蠔羹黏著的蠔油都不要浪費 刮進袋裡 放醃料之後就可以不停按摩袋 這個方法是因為密實袋 一來可以醃得更均勻 二來就不用怕雪櫃抽走水分 這個方法真是方便過我們用筷子或者匙羹慢慢去拌 覺得均勻之後我就會放上一個托盤 之後才入雪櫃 因為我曾經試過這個密實袋是穿了 不想買雪櫃的話大家就跟著做 我建議最少醃一個小時 最多的話過夜甚至幾天再煮都可以 今次我就做一個懶人做法氣炸鍋 首先氣炸鍋不用預熱 因為好怕辣到瘦 一個圈這樣放上雞翼 記得要背面向上 因為我總共會氣炸200度12分鐘 背面向上的時候我會氣炸5分鐘 氣炸完5分鐘之後就打開櫃桶 大家可以見到這隻顏色已經好漂亮 為了外觀可以更加漂亮 現在就要反轉所有雞翼要正面向上 之後就可以氣炸多它8分鐘 在這8分鐘時間當然要煮其他東西 我為了貪方便煮了一包即食的Carbonara 很簡單的就這樣加水煮7分鐘 煮好之後我就在上面放少少香草 簡單快捷幾分鐘就完成 立即轉轉再打開氣炸鍋看看雞翼 12分鐘剛剛好 大家看看雞翼的顏色多漂亮 又不用看火又不用擦爐頭 又不用怕弄洞 真是懶人一大恩物 上了碟之後真的不會失禮人 有大師級的感覺 如果不懂煮飯的話真是騙人 立即咬開一件來試試 看到雞翼裡面全部都熟透 不會有紅色的 仍然是很嫩滑的 毛媽都很喜歡叫我煮蠔油雞翼來招呼朋友 因為真的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試試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毛巴的懶人煮食分享 記得要留言告訴我 讓我可以分享多些煮食的心得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